按下按钮象征揭幕 南韩现代汽车与LG能源 在印尼的电池生产工厂正式启用 有两家寒厂合资约11亿美元 打造的电动车电池工厂 规模是东南亚最大 目标电池年产量可达10万几瓦时 足足可供应给15万辆电动车使用 印尼总统左科威也对自家矿产量相当有信心 电动车热潮来袭除了企业设厂 南韩车主也对新能源车辆抱着极大兴趣 6月份数据显示 南韩进口油电混合车 数量高达1.1万辆 纯电车达7240辆 数量横横甩开 汽柴油车款 其中特斯拉成为单一车款卖最多的品牌 Model Y光是6月份就卖掉了超过3400辆 进口电动车偏好购买特斯拉 其他大厂成绩也不遑多让 宾市6月份南韩销量突破6660辆 顺利成为进口车一哥 碾压B&W和特斯拉 韩半岛车主对外国品牌依旧爱不释手 也让车市热度持续攀高 三线续续绕到